基电工程署最近制作了这个虚拟实景维修车房 给业界参加进修课程和讲座时试玩 以创新和互动的方式 了解车辆维修工厂实务指引和相关法例的要求 为了提升车辆维修业界的服务水平和专业形象 基电工程署还做了不少工作 包括推出车辆维修技工和车辆维修工厂两个志愿注册计划 娱乐森入行十几年 他在2015年参加计划成为注册技工 自从知道有这个技工注册之后 他们很多公司都问你有没有认证 请你机会大很多了 起码人们看到将证的认受性都高一点 基电工程署2007年推出车辆维修技工志愿注册计划 截至2018年年底 大约有9300个技工成功注册 占全港车辆维修技工大约9成 在这个计划之下 如果符合一定的资历和经验的技工 其实就可以申请的 申请了成功注册的技工 其实他需要出席一些持续专业进修的课程 以及要遵守我们自愿注册计划下的 一些行为守则的要求 其实这个计划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想鼓励技工一直持续进修 去提升自己的技能和知识 以前读书就不努力 知道自己读不到书 试一下不如学一门手 现在的科技真的越来越先进 再不同 以前只是纯机械 现在很多车都有电路 开始都 所以我们都是学不完的 所以不停地继续去进修 除了技工 全港有大约2100间车房成功注册 占总数大约七成半 红磡这间车房在2015年 车历维修工场志愿注册计划 推出的时候已经成功注册 客人会知道我们是拿牌 或者我们的技术达到某个级数 员工受到培训 客人对我们的现寿性 或者忠诚度也会提高 因为社会正在进步 如果我们还是专注在以前的模式 今时今日就不会进步 这个对业界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驱动 我觉得 我认识了工厂 其实需要雇用注册的车历维修技工 以及要有一个合适的车历维修工作间 他们在技术、环保、安全、人员培训 甚至服务、文件纪录方面 其实都要符合我们自愿注册计划下 车历维修工厂实务指引的要求 注册了的工厂其实可以展示注册的标识和证书 方便市民识别 寄工和车房的注册有效期都是三年 符合相关要求就可以逐期 在那个注册数字都反映到 业界普遍都是支持我们这两个自愿注册计划 车历维修服务质素其实都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车本身是维修得妥当的话 其实可以有效防止车历是因为一些基件故障 而引致的意外 可以提升道路的安全 感谢观看